猫猫发情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血的 只不过它的量非常的少 大部分我们能看到它发情的时候是什么呢 小刀子有略微的肿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粘液 初始的时候呢是一些透明的粘液 然后等到发情慢慢的时间退役呢 它会变成一些粉红色的粘液 那有的猫猫呢发情会比较剧烈一点 它会有一些鲜血 这些都是在正常范围内 但是只要鲜血量不是特别多 或者是血的颜色或者粘液的颜色呢 不要是那种黄色啊白色啊绿色啊 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如果我们会发情 哎呀发情啊这个出血量特别大 或者是呢 整个那个粘液的颜色啊 已经开始出现了浑浊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了 轻者呢它可能是个阴道炎 或者是尿道炎伴随 那重者呢可能就是一个 比如像是子宫内膜炎 或者是子宫蓄膿的发生 所以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 及时治疗才能更好地去解决 这样的一个痛快 就像是子宫蓄膜炎伴随 就像是子宫蓄膜炎伴随 然后是子宫蓄膜炎伴随 就像是子宫蓄膜炎伴随